十一 太平洋日報 幸福華城高地供水問題林佑昌 有賴居民一起承擔責任 2015年7月18日綜合新聞08記者葉日長基隆報導 基隆市場林佑昌16日下午在市議員連恩典 陳江山及林明志的陪同下率領市府公務 民政及都市發展處等相關單位同仁 前往定內幸福華城社區了解供水管線更新問題 並強調要解決當地供水問題 居民也要承擔責任 先讓八個管委會都恢復運作 再針對解決方案做成共同決議 才能夠一勞用日地解決問題 陪同會堪的議員根理長指出 委在暖暖區定內的幸福華城社區因為位處高地 必須以加壓方式才能夠供水 也因此導致一直有流水問題 希望市府能夠出面協助 早日讓社區的供水管管完成更新 市長指出 幸福華城社區共有八個社區管委會 其中三個有正常運作 其他五個都已經過期 未正常運作也未改選 要解決幸福華城社區的供水問題 必須先讓八個管委會都恢復運作 再由八個主委召開會議 針對解決方案做成共同決議 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 市長進一步發展指出 幸福華城社區道路已經取得 只剩下經費支用的部分 這須要各管委會達成共識 市府才有介入解決的空間 因此希望居民自己要重視自己的居住權益 盡快達成共識 此外 由於當地定場理長林兒中反映 幸福華城社區入口處 現在公車及客運班次頻繁 臨市長也指示公車處邀閘交旅處 地政處及都法處等單位 會同當地理長、議員 在近期內辦理會堪 只要確定相關土地權屬沒有問題 就能妥善解決公車回轉問題 誰直線? 火燈